和威宇一起看世间 大家好 我发现大家最近对于习近平的行踪都很感兴趣 主要是他总是突然消失在本应该出现的场合 又突然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比如说在这个河北水灾的时候 任何国家的这个领导人都会出现在救灾的现场 去抚慰民心 但是习近平呢却从来都不去 哪怕是表演作秀他没有 再比如说整个8月的上半个月 他都是隐身状态 当然这可以猜测他是去参加北戴河会议了 但是在南非的金砖峰会上 他又没有出现在本应该他讲话的商业论坛 而结束南非之行之后呢 他又直奔新疆乌鲁木齐 而不是回北京 然后在南下到了深圳视察大江无人机 为什么他总是消失在他本应该出现的场合 又出人意料的出现在一些谁都想不到的地方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习近平玩失踪的原因 我们从他最近在金砖峰会露面的情况呀 可以发现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呢并不好 从他下飞机这个摇摇晃晃的姿势 再到走红毯的时候步履沉重的样子 然后还有和各国领导人拍照的时候 看他的这个脸色呀发黑的猪肝色 差点就成了非洲黑人 看起来呢是健康堪忧 习近平是1953年生的 今年才70岁 按照这个国家领导人的特供食物啊 最高级别的健康管理 他的身体不应该是这种状况的 我们都知道人呢是七分精神三分病 也就是说他的健康管理虽然是一流的 他的食物也虽然是特供的 但这些呀都不能够确保他的身体健康 他自己的精神状态才是决定他健康的主要的因素 而这些年呢他为了保党保全力 四面树敌 身边也没有可信之人 又担心政敌寄于他的位置 时刻提防着 害怕有人会暗杀他 加上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到处爆雷 天灾人祸不断 全国各地没有平静的地方 而西方国家呢又联手对付他 可以说是内外交困 每天面对这样的一个烂摊子 可想而知压力山大 这几年呢我们明显看到习近平显现出老太龙中精神不济的样子 实际上啊就是他无力承受这种巨大的压力 精神上已经显露出疲态 这是任何的高级补品都没有办法改善的 是他自己的精神上的问题 按理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要具备超强的抗压能力的 才能够做到日理万机还神采奕奕 但是习近平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我前不久啊看到一位旅美作家 毕如斜写的博文 从1968年北京江湖角度看习近平 他从少年习近平的表现来分析了习近平现在的表现 确实啊基本上对习近平的研究呢 都是从梁家河开始的 很少有人知道少年时代的习近平是什么样子 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 1968年北京江湖呢是非常血腥残酷的 是黑云鸭城城玉催的日子 有很多干部子弟的父母都进了牛棚监狱 生死不明 孩子们领不到基本的生活费 想啃老呢也没有办法啃老 只能够自己跑到大街上去找饭 当土匪强盗 他说习近平在当时呢是候补丸主 意思呢就是他还算不上是当时江湖上 能够扬名立万的丸主 因为有证据显示 习近平曾经随大流 在1968年北京江湖鬼混 但是没有证据显示 他做过打群架之外的 各式各样的拆烂屋的事情 同时呢也没有证据表明 他在1968年待在家里头 埋头苦毒 没有在北京江湖里混 习近平15岁就出入于 1968年北京江湖 这是个大染缸 任何的一块白布扔进去 再拿出来都不再是白布 1968年北京江湖的残酷逻辑和生存法则 训诫了少年习近平 社会等同于丛林 而人与人则等同于狼和狼 习近平的丛林法则思想 或许就是从那时候学来的 实事求是的说 少年习近平只不过是 1968年北京江湖的后部丸主 不足挂齿的扫编角色 1968年北京江湖满大街都是土匪一样的 男孩女孩 多如过江之急 得有一点过人之处 与众不同之处 才能够在江湖上留下名字 而少年习近平太过平庸 除了少数的亲友 没有谁知道习近平这个人 1968年北京江湖 没有任何关于习近平 或者流芳或者遗臭的传说 按理说呢 作为习中勋的子嗣 少年习近平在北京江湖上 是很容易出名的 而当时从来都没有人听说过 谈论过习近平这个名字 倒是习近平的姐姐习安安 小有名气 当年外语学院附中 有四个高阶干部家庭出身的女生 号称四小姐 但是习安安被排除在外 1968年北京江湖 有这样两条不成文的潜规则 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学坏的孩子 看不起文化大革命以前学坏的孩子 二是文化革命以后被打倒的干部子弟 看不起文革以前被打倒的干部子弟 习近平父亲习中勋 1962年被毛泽东打倒 这个是屈指可数的 而普通当权派呢 只不过是被单位造反派打倒 处境和习中勋是有天壤之别的 还有一层原因啊 就是金钱 北京人说 人笨有钱的 狗咬跨栏的 即使是革命口号喊得正天想的文革时代 有钱没钱呢 也差得很远 按照1968年北京江湖的黑化 钱呢 被说成是叶子 缺钱就说叶子不活 而叶子又分成死叶子和活叶子 死叶子呢 就是指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合法的钱 而活叶子呢 是指非法手段搞来的钱 可以判定啊 少年习近平 死叶子活叶子都缺 因此不会有人看得起他 少年习近平就在这种备受歧视的环境里 愁苦度日 心理学说 童年经历对于人们的性格 情绪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在童年时期 人们所接受的爱恨 可以塑造其个性 影响其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 而童年时期的压抑 孤独和痛苦 则可能导致其成年后的自卑 孤独和焦虑 少年时期 无论身体 认知 心理方面 都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 文革动乱的这个社会环境 黑帮家庭的出身 还有失学失业的这个窘境 诸多的因素 塑造了少年习近平的人格 也影响了他的处事态度 意志特征 能力特征 比武协还说 几乎所有海外中国问题专家 都认为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其实习近平是 营样辣枪头 色力内人 一点也不危险 在他看来 习近平是一个缺乏 忧郁气质的 优柔寡断的哈姆雷特 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面 习近平的巨手 摆放在武统台湾的虎服上 甚至是摆放在河按钮上 他会怎么做呢 以习近平这种 后不完主的性格 他只会将双手 一动不动的摆在虎服和河按钮上 像哈姆雷特那样 犹豫不决 按还是不按 这是一个问题 等到习近平想明白 黄花菜早就凉了 当习近平说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东升西降这种 划时代的战略判断的时候 他根本都没有做过 相应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分析 这种轻浮草率 就是典型的 1968年北京江湖的轻浮草率 如果说1968年北京江湖的轻浮和草率 必将造成打群架失败的可怕后果 那么中南海霸主习近平的草率轻浮 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习近平所谓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东升西降 旭美元化等等 也是这样 旗号很大 但是同样呢 都没有相应的这个实力 作为支撑 结果呀 大场面反而造成自己 进退维谷的被动局面 而当习近平碰壁之后呢 很快就会软下来 规规矩矩的 遵守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 从1968年北京江湖的角度 看习近平呢 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少年习近平只不过是一个 无足轻重的后补丸主 少年习近平的生命张力 以及社会活动能力 两接平平 在当时并不突出 他说 1968年北京 还有一个江湖规矩 除非存在利益冲突 认识的人之间是不打架的 这就逼迫每一个丸主 后补丸主 必须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江湖社交圈 你认识的人越多挨打的可能性就越小 现如今的习近平的亲信班底 没有一个人是他在1968年 北京江湖结始的生死之交 毕如协认为 从少年习近平在北京江湖的表现 可以推断习近平是一个胆小的懦夫 他认为正是因为有了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的垮台 也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现实问题 习近平的命运跟中共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似乎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 在我看来 连习近平本人可能都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习近平曾经他有机会抛弃共产党 走民主宪政的路 只不过当时他上台之后 选择了去中共一大的会址 给马克思上香 实际上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中共 跟中共绑定在一起 相信坊间有很多关于他的预言 他可能也听说过 我之前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讲习近平的宿命 跟习近平有关的这个预言中 最有名的应该是中国民间预言书 《铁板图》提到的《白语之鸟》 铁板图是民间友人家里祖传的预言书 叫做铁板图 最后一页上的画 据说是预言中共的命运的 上面画了四只黑色的飞鸟 在旁边山崖上 还有一只白色羽毛的鸟 血溅在半山腰 以前他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直到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们才知道 这五只鸟是指中共的五代党魁 那只白色羽毛的鸟 就是指习近平 白语加起来就是正题字的 习近平的习字 这幅画预言了习近平的最终的命运 因为保党下场凄惨 其实在推背图第46项 也有跟习近平有关的内容 这一项的颂曰 有一军人身带宫 自言我是白头翁 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宫 白头翁 也可以理解成跟白羽毛鸟一样 都是跟白羽有关 可能也是指的习近平 有一军人身带宫 自言我是白头翁 这句听起来似乎隐含着 金弓之鸟的意思 后面两句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宫 讲的是政变 由勇士自杀皇上 如果这真的是指习近平 那很有可能是说 习近平如金弓之鸟 会遭遇暗算 难怪习近平十分的警惕 生怕这个预言兑现 自己会遭人暗算 所以他的行踪 始终让人琢磨不定 很有可能也是故意的 就是为了避开暗杀 可能这个普里戈金被坠机身亡的消息 也会让习近平成为惊弓之鸟 其实习近平现在已经具足了惊弓之鸟的特征 惊恐不安 心神不宁的神态 习近平脸色发黑 从这个中医来看 是肾气不足的表现 表现在头发 花白 牙齿和骨骼松软 这些也都能够从习近平 花白的头发 走路腿部 不给力 身体摇摇晃晃 都能够看得出来 这些呢 可能都是长期处于惊恐状态 伤神所致 之前呢 有人在推特上说 有一个民间的高人说 中共蛇始蛇中是天意 意思就是 中共建政始于 属蛇的毛泽东 而终结于属蛇的习近平 这些对习近平命运和中共命运的预言 也许正在兑现之中 是不是这样呢 习近平自己心中应该最有数 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他的处境如何 他还有多少时日 这些呀 他自己应该都清清楚楚 好 今天我们就说这些了 我们下次见